我觉得当然从大家关注流量是个非常好的 因为流量确实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关注度 但是我觉得对的 就是大家对这个流量的诚信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最起码 现在我们在讲诚信社会的建设 其实流量的诚信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不要追求短期流量 其实短期流量爆红 如果是就像一个产品一样的 产品的爆红 我们如果是不关注它的质量的话 这个巨大的流量有可能是个双刃剑 它有可能是会伤到你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的 所有都因为流量而造成的这样的伤害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只关注了开始的苏使流量 而没有想到我们如果去保持这个流量 我们如何来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 我们如何来保证我们的艺术质量 因为如果我们保证了我们的艺术质量 保证了产品的质量的话 这样我们的流量才会是长生不衰的